大家平安 今天新眼光进度来到 立位记忆的第22章 我先一起祷告 祝感谢你赏赐恩典 让我们在这个时候 能够再次来到你面前 学习来安静 聆听你的话语 主愿你真理启示灵 进入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更深地渴慕你 明白你的话语 能够照你的旨意来行 向你献上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在今天的经段当中 大概可以分成两大部分 就是1到16节 特别提到祭司跟圣物 祭司要远离圣物 然后 另外一部分 祭司才可以吃这些圣物 再来落到17到33节 特别提到 神所喜悦的奉献是什么 包括就是 人要自己悦纳的东西 才能献上 才能蒙上地狱 再来是 献上给神的指示的那些东西 才能得到神的怨纳 还有祭物的种类 包括什么 还有祭物的一些状况 还有祭物的岁数 这些部分 好我们今天 特别先来看3到9节的经文 你要对他们说 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 凡身上有污秽 亲近以色列人 所分别为圣 归耶和华圣物的 那人必在我面前减除 我是耶和华 亚伦的后裔 凡长大毛疯的 或是有漏症的 不可吃圣物 只等他洁净了 无论谁摸那因死 失不洁净的物 或是宜经的人 或是摸什么 使他不洁净的扒物 或是摸那 使他不洁净的人 不居纳人 有什么不洁净 摸了这人物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若不用水洗身 就不可施圣物 日露的时候 他就洁净了 然后可以吃圣物 因为这是他的食物 自死的 或是被野兽撕裂的 他不可施 因此污秽自己 我是耶和华 所以他们要守我所吩咐的 免得轻忽了 因此单罪而死 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 好 很有意思是 这边提到 祭司要什么时候 远离生物 这些属神的百姓 世事在后裔 这是亚伦的后代 他们需要搞清楚 记得自己有祭司的职份 所以有可能身上会有污秽 污秽原因 可能是因为自己犯罪 然后沾染不洁 或者是不是自己犯罪 那因为别人的罪 或者其他的东西沾染不洁 就包括了 长大毛疯或是有肉症 如果祭司得到这样疾病 就不能来进行祭司的任务 或者是得到他权利 一直到他好之后 才能重新来侍奉 那当然可能或者是有 就是使他变成不洁净的有些爬物 或者是那些人 你只要接触了那些不洁净的人 祭司也会不洁净 所以这一些 这就是沾染到不洁净的这些祭司 就一定会不洁净到晚上 因为照犹太人的算法 日落就是隔一天的开始 然后如果他没有用水洗身 就不可吃圣物 虽然是祭司如果沾染污秽 不但不能来侍奉 好 然后就是还没有到日落 用水洗身体的时候 他还是不可以吃 献给神的祭物 但是因为是献给神的祭物 其中某一些是祭司的食物 所以当他洁净了之后 他才能再来享用 好 所以还有意思是 这边也讲很清楚 如果有自己不洁净 然后就是不管可能是 因为长了大麻风或者肉症 要等到这些结束之后 他才重新成为洁净的 然后如果是沾染到那些不洁净 就如同说百姓一样 会不洁净到日落 但是他洗干净之后 他又重新可以来享用 那但是他有规定其他泄解 比方说自死的或者是撕裂的 就是意思是这些 这样不管是自己死亡 或者是被撕裂这些动物 因为身上还有血 所以是不洁净的 所以他就不可以吃 然后在这些规定当中 我们就去思想那个意义 原来如果真的是因为自己本身不洁净 要被医治之后 赦免之后才重新成为洁净的 一样我们可以来思想 好我在广播有些问题 谢谢姐妹 我们跟神关系好不好 其中一个可以来判断标准是 我前一次认罪祷告是多久之前的时候 好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清楚发现 我其实也是不洁的 然后所以第九节 他们要守我所吩咐的 免得轻忽了轻忽了 就是如果这些不洁的人接触了或吃了圣物 被神分别为圣的圣物就会沾染不洁 我们岂可做这样的事 所以我们应当更加的谨慎 去了解去思想我们到底应该要做怎样的选择 才能来是圣洁的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今天的主上帝 我们要向你现场感谢 谢谢你让我们听 透过这些很详细的经文记载 更深刻来思想主的心意 主你是圣洁的神 我们应当更加谨慎 要自杰 也要远离那些恶事 主让我们有更敏锐的灵 圣灵不断的提醒指教我们 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成为圣洁 和你的心意 我们向你现场祈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